大家好,我們今次出發的地點是位於青森縣的八戶市 為了節省時間的關係,我們今次選擇由東京羽田直飛去到八戶市的三宅機場 在機場有直達巴士到達市中心的本八戶站 已經拿到露營車了,大家看看這輛就是我們陪伴我們幾天的露營車 基於一輛豐田Hi-ACE改裝的Robinson 771型號的露營車 這輛露營車最大的承載量是聲稱可以載到七個人 我們現在馬上上車去看看 好了,首先打開了這個車門 裡面是不能穿鞋子的,所以鞋子要放在鞋櫃裡 好了,我這個拖鞋就暫時放在這裡 這裡是可以放的 好了,現在我就上來了 這裡我已經開了一張床 所以我就不收回去 如果還沒開床之前 其實這裡就有三張椅子 還有一張桌子可以讓大家在這裡坐的 好了,現在我就給大家看看這個內裝是怎樣 好了,裡面其實還有幾張床 首先這裡上面就有一張 還有這裡也有一張 這裡就有一個儲物的空間給你 你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可以換衣服 但是不可以去廁所 因為這裡沒有廁所 那它就有這個星盤 有這個雪櫃 好了,讓大家看看 雪櫃 那就有冰箱 但是你就不要放那些有味的食物 例如魚 那些 你也不要放進去 因為呢 如果整個雪櫃的味道就不太好 這裡其實就是可以讓你一個 星盤可以塞兩個水箱 塞兩個水箱之後 你這裡就可以 有水 好了,另外我自己帶了一個 空氣監測的儀器 好了 那這裡呢 我們看看前面 這裡呢 有另一張床 這張床可以拉出來 這裡又可以多睡兩個人 那當然啦,如果你這輛車 坐滿七個人 其實真的很大 那這次我就不會坐那麼多人 那它呢 有提供睡袋 那這個床單 那這個床單是我自己的 這個床單 那記得自己帶一些 你自己適當的東西 那 例如是枕頭 因為它沒有枕頭 那 那 那 你要自己帶 好,我們呢 現在出去繞牆一周 看看這輛車的形狀 究竟是怎樣 就是一樣的 三分 好了 那這裡呢 其實還有一個 帳篷呢 就是一個 可以拉出來 那 我們去到一些露營的營地 我們先拉給大家看 因為這裡的停車場 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那另外 這裡的車尾呢 就可以打開的 這個車尾 對了 那 這個車尾打開了之後呢 那 其實呢 裡面也可以放到行李的 好了 那這裡就給了一些 露營桌 露營椅 那些 那些 好 那我們看看這一邊 那這個就是很大的玻璃窗 就是可以打開的 那這個就是剛才我們看到的 這裡就是你可以在上面睡的那些位置 對了 那駕駛這輛車其實都輕鬆的 這輛車 好了 我們看一看這輛車的前面的來龍 其實它真的是基於一個貨車的 那 那 所以呢 上落其實都 有點高的 哎呀 但是呢 就很寬敞的 非常的 空間很寬闊 那 這輛車高呢 就是2.9米 那 你就小心一點 如果你去停車場 或者有些 室內停車場 或者走高的地方 你不要超過3米 進去 不然呢 撞到頂部呢 就是這樣 好了 駕駛也非常之容易 因為它也是自動波車 行電油的 這個就不是行油駕駛的 那 駕駛也沒有什麼特別 不過就不要駕駛得太快 因為它這輛車 始終它的負重比較高 它也是 就是朗來朗去 西來西去 這樣 好了 我們現在出發去第二個景點 我們第一站就來到距離八戶市 大概2個小時車程的離生廣場 這個露營場其實就在離生動物園隔離 設施非常之齊備 包括你有露營車的電源 洗手間 淋浴間 洗衣機 以及BBQ爐 也可以租借各樣的露營用品 而費用方面 住一晚也是3140日圓 那記得提早預約 這裡就是離生露營場的入口 剛才我來的時候 就要在這裡做一個登記 然後它就會給了一些 種子 種花的東西 指示給你 我們這次就拍了在那邊 就是4號位 其實你可以看到這個廣場 大概都可以拍到20架車左右 我們看看地圖 對 我們這次就拍了在那裡 這裡的職員 全部都不會說其他文 只會說日文 我用一些很有限的日文 都跟它溝通到 還有 都填到 填到入住表 當然 不要笑我 我的日文 其實 可以說是不會的 好了 我們現在去看看 因為下面還有一個住車場 就是給登山者 另外那裡 也有一些 動物園 或者是一些 食事處 的 東西在上面 不過就不知道有沒有開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看前面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叫做 離生露營場 這個露營場 跟昨晚的導資站 是有點不同的 這裡其實是專門 是讓你 真的可以 放一個帳幕出來去露營 昨晚那些 可能我可以叫做露宿 我叫露營 你可以看到 其實 遠處 它畫了一個車位給你 這些車位 你拍了你自己的車在那裡 其實這一片的草地 就是屬於你了 你可以怎樣做呢 你可以設置一個帳幕 也可以 但是我沒有帶帳幕來 所以 我們今晚都是睡車 但是我可以開一個 那個帳篷出來 就是那個帳篷出來 然後去煮食 那些人現在都在煮食 這個露營場其實也挺大的 有一些的設施 比如就是廁所 有一個地方可以給你 買回來的煮食 那些食物 那些食物 那 那 也都可以有洗澡的設施 那 我們現在呢 就去 去 去 看一看 這個露營場 附近的風景 究竟會是怎樣 就是這樣 特意阻礙你的 不讓人走 這麼搞笑的 放在這裡中間 好了 好 我們先看看 這個 這裏就是洗菜的 洗碗的 你可以來這裏洗碗洗菜 對 那這裏就是 熱菜 這裏就是洗澡的 對 這裏就是洗澡的 100日圓 我們看看裡面 這裏是 對 放心吧 我就不會洗給大家看 開了這個 蟬館 是不是好很多呢 好像很棒 接著呢 我們又開了這個桌子 那 準備開飯 在戶外煮東西吃 真的很好玩 不過這個始終不是一個烹飪的節目 那我就快鏡給大家看看 算 好 以為剛才吃的那裏 那麼少嗎 當然不是 我們現在到宵夜時間了 現在天氣已經 黑了 嘩 上面看到很多星 接著呢 我們現在就 宵夜時間 喝啤酒 接著吃燒牛肉 有 有串燒 你看看 很開心的 還有買了燒雞翼 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吃了 在吃完這麼豐富的晚餐之後 我們一起欣賞一下這裏的夜景 可以看到很多星 在看 快點 早晨 你看看 早晨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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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一兩戶人在這裡 不知為何 現在才是早上8點 好了 我們又繼續開始我們的旅程了 記住留意下一條片帶大家去更多的景點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Subscribe、Like、Share 多謝你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